這樣的新派息政策會不會不利去股價 其實我想最大的問題就是 究竟它派息大家覺得是你好還是你淡 這個才是最大的問題 就是不要說是否快到四次 我記得以前是高增長的時候 大家就會說騰訊不派息是沒有東西的 因為這些錢都拿去投資回來 股價增長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就是最主要大家怎麼看那個股份 或者它屬於什麼類型的股份 那本身騰訊這堆新經濟股啊 一些貨網股啊 大家是買它增長的 那就是你買增長的時間 你沒理由覺得它有機會派息給你 為什麼突然間 其實這次突然派息 其實你見到公布完之後的股價反應 都不是特別利好 雖然不是說很利淡 但是不算說特別利好 因為我想大家都會有一點疑問就是 為什麼突然間會派息呢 就是這些錢好像沒有什麼新的一些發展用途啊 又或者未來增長會不會減慢啊 就是這些會有很多疑惑存在 還有說真的它暫時說派了中期息也好 其實大家就算當 當然它沒有實際公布派多少錢 但是我想有些行業都猜 我當你有一個額度也好 中期息 賴民會期息 隔壁計算起來 其實你計算息率有多少呢 就是都不會高到五六厘的那隻 就是我想 它本身有沒有期息就很少 沒錯 我想計算起來可能一厘都未必有 總體上又是那句了 就是你說就說派 但是計算起來可能一厘都沒有的 其實我買你 究竟是買來拿來收息啊 還是買來增長呢 似乎現在會尷尬了 所以形成就是為什麼股價 你幾乎反而公布完之後 其實是頑皮了一點的 但是幸好它的勢又 還是比其他升級日股算得好 可能比阿里這些更加強 所以還是勉強的 算是一個少許環區間限 但是短期要有一個很大升的趨勢 我想暫時還是難一點 是